剛開始養狗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想太多 雖然牠只是陪伴你十幾年 但牠的十幾年呢 就是牠的一輩子 牠所有的時間呢 就是在家裡等你 這樣我們要養牠呢 就要讓牠有一個快樂的狗生 對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PY 大家都知道我平常 都有在煮仙食給Gino吃 因為Gino最近其實在採谷鴨啦 當然是多吃蔬菜 但是呢 有養狗的知道 煮仙食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你要去採埋啊 然後回來還要洗還要切還要削 然後把它煮一煮之後 你還要把它分裝 然後變成冷凍庫 然後還要吃的時候 你還要拿出來再把它熱一熱 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開箱 Gino這樣吃的感覺 你知道這箱是你的是不是 首先還有一層膜 我收拾要玩這個 它叫芝麻蛋蛋欸 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很多零食欸 先把零食拿出來 這是鯛魚欸 然後這是牛肉 很高級欸 最特別呢我覺得是這個 Gino我要擺東西啦 你切鍋好不好 其實呢 之前煮仙食呢 我是沒有想太多 就是想要幫Gino減肥這樣而已 後來呢看到阿寶的介紹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真的是這樣 他是用一種寵物的心態 他說每天吃一樣的也太無聊了吧 也是問朋友 多少讓毛小孩換一次吃掉 他說他三年都沒換過 讓我有點驚訝 其實我本人也是這樣 我可能會去寵物店 然後買一大包 可能20公斤吧 然後去讓他一直吃一直吃 因為他比較便宜 你又不用一直去買一直去買 可是你想想看 他如果一直都吃同樣的就表示 如果叫你三餐都四五肉飯 你有辦法接受嗎 我後來才覺得欸 這樣好像蠻可怕的 每次呢我們在煮我們自己的東西 在煎牛排 或者是 煮好料的時候 毛小孩呢 都只能在旁邊看 阿寶呢 就想要做出 毛小孩也可以吃到山珍海味的感覺 那他們主打的就是 最方便最快速 因為現在的人呢 多半的時間都在工作上面 跟朋友社交 到家的時候其實沒有太多的精力放 放在毛小孩身上 首先呢 他飼料就有分三種 他有 M1 M2 還有M3 M1呢 他的主要成分就是魚 然後M2就是 肉類 M3呢 就是蔬菜 所以呢你可以去搭配 看看你的狗 需要一些什麼東西 像GINO那麼補一 那他是不是就要蔬菜吃多一點 然後肉吃少一點 這個魚呢就可以顧眼睛 讓他的毛髮呢更漂亮 肉的部分就可能給蜜子吃 因為蜜子是 狗借一點汁 他包裝我真的覺得很可愛 這感覺是人可以吃的味道 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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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乖喔 他主要是牛肉 副成分呢有菠菜 所以他會叫普派牛肉的原因 就是因為普派都是菠菜 再來呢是 紅酒燉牛 那主要成分有牛肉番茄跟胡蘿蔔 就是紅酒燉牛肉的食材 很像你在吃牛腩 貴飯的感覺 可是他這個做的比較厚 比剛剛那個還要厚 嗚 然後他是脆的 就脆掉了 肉乾的那種感覺 這個呢 給小心犬應該吃有點大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他 想吃我握手去了 他這個 你要把他 用小塊一點給他吃 不然他會吃太快 會容易噎到不會咬碎 欸 他吃太快了啦 巨大阿捏母湯喔 他後面呢還有營養標示 就是每100公克含量 熱量啊 蛋白質脂肪 飽和脂肪 反噬脂肪 碳水化合物 還有糖那 都會寫得很清楚 這個最酷的 什麼叫芝麻蛋蛋 他的主要成分呢 有雞肉跟 憋的蛋 你說 有笑鼻沒味那個鼻嗎 很像那個 魷魚條耶 他所有的食材呢 都是原味呢 下去烹調之後 再把它烘乾 所以他的質地都是蠻像的 就是乾乾的 因為這樣才能保存下來 那如果開封的話呢 不要陽光直射 拆封後也要冷藏 然後趕快吃完 保存期間為一年 再來呢就是 鯛魚切片 那魚呢 其實對狗 他算是蠻高級的食材 然後也能顧眼睛 像我們家還有另外一隻雞蛙蛙 雞蛙的視力就是比較長 欸 我剛剛都用剪的 現在才發現他還有這裡可以開耶 他鯛魚呢 是比較不一樣 他是碎的 坐下 再來呢 我覺得這是最特別 這竟然是什麼 狗吃的肉鬆耶 超特別的喔 他就是這樣 一包 很酷耶 他是雞肉鬆 這個你知道作用是什麼嗎 有些不愛吃飼料的狗 你就能把它撒在飼料上面 狗大部分就會吃了 因為這個 應該蠻香的 Gino呢 平常其實不太愛吃飼料 都是蜜子在吃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Gino就是 很胖 那我現在呢 來實驗看看 看Gino會不會 為了這個 而把飼料吃完 就是他的飼料呢 有分三種 就看你的狗的需求 你可能這個到三分之一 這個到三分之一 後 M3的到三分之一 他每一種飼料的 顏色跟 就是 形狀的不太一樣 三角形 圓形 跟小的 扁的 很像麥片的感覺 脆片 狗呢不喜歡吃飼料的話 其實就可以把 這個肉鬆呢 加一些下去 殺在上面 這樣呢就可以製作一個 可能狗會喜歡吃的 肉鬆的香味之後 他就會把飼料吃完 現在呢 給Gino時間 看看他會不會吃 他平常是不吃飼料的 Gino 他吃了 萬歲 他吃得很開心耶 好啦你先停 再來呢 就是這個 他的名字叫丁丁牛 顧名思義 就是骰子牛吧 你看 他就是像這樣 不過他是硬的喔 他看起來 欸不是 他是有點偏 硬偏軟軟的感覺 那這個呢 大家注意喔 他這個沒辦法 當主食用 他只能當零食 或者是獎勵用 他這邊很貼心的 他還有寫 他的建議用量 他的體重 適合吃幾功課而已 所以你不要給他過量 過量其實 對狗狗的 內臟是有負擔的 欸 他根本就是那種 蜜汁肉汁的味道耶 好想吃喔 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你看 然後他這會連光澤 Gino呢 那今天呢 Gino試吃的表演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相信呢 現在少指化 然後比較少人 願意生小孩 那就會養毛小孩呢 來代替 成自己的 小孩的感覺 剛開始養狗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想太多 就是覺得 他就是一個寵物而已 不過後來你 等他慢慢越來越老 像Gino現在 他今年八歲了 所以呢 你就想看 他八歲他其實 歲數已經超過 一半以上 你雖然 他只是陪伴你十幾年 他的十幾年呢 就是他的一輩子 你只有在下班的時間 還有在 空閒時間會陪他 不過 他所有的時間呢 就是在家裡等你 他最開心的時間呢 還有一個就是吃東西的時候 所以 既然我們來養他呢 就要讓他有一個 快樂的狗生 對吧 那大家呢 也不要欺負毛小孩的健康 因為呢 其實狗 沒有健保 看醫生是非常貴的 所以呢 平時呢 就要把狗的身體 顧健康 他也不會身體負擔那麼重 感謝阿寶 給Gino吃 那麼好吃的零食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狗狗的朋友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還有記得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們下期 掰掰 喔Gino你滿好多喔 痾...好癢 欸 收起來啦 你不知道是吃4次影片嗎 你不知道是吃4次影片嘛 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